上個禮拜不是有一個A助理嗎 他出來就是指控說 高安有些法案 是宣董指名要過的 然後當然很多白色側翼粉專 就是攻擊他說 你騙人 你說謊怎麼這樣子 所以我就有找出 用宣董當作關鍵字 然後去搜了一下 這兩年的對話記錄 就有找到很多有趣的東西 像這個 這個是當初林志堅要推大新竹 大新竹合併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有一個 就裡面的幕僚 這個幕僚就是很有名的竹科工程師 他就寫了一篇大新竹合併的文 然後寫好之後 他貼在那個賴群組裡面 高安就說就貼了那個誰 宣明志他的私訊就整份 其實我覺得這樣也不太好 就是把人家的直接複製貼上去 然後就說這個是宣董的意思 然後請他改 所以他後來就是跟貼上去的 那個發文有落差 如果你仔細看的話 就跟那個後來粉專不太一樣 所以他要改以後就說 這篇應該有符合宣董的期待吧 所以宣董還要看過之後 再回來下指導期 高宏安再改成宣董要的樣子嗎 宣董也不一定看過 也許是高宏安看完之後 因為我覺得宣董也那麼忙 應該也沒空再改稿 應該是高宏安說這是宣董要的 然後再請助理改一下 改成有符合他的期待的文章 所以我不覺得宣董還有在看過 對 然後繼續翻下去 我們就翻到更好玩的 就是想說 你看高宏安有時候就會直接說 這感覺就是他直接複製宣董的訊息貼進來 他就說宣董有兩點意見供大家參考 然後第一個就說疫苗買太慢 另外一個是說魚雷買太快 所以買太快的東西或買太慢的東西 他都會有意見就對了 因為這一篇訊息是9月13號 9月13號 最後就是拿來質詢的那一天 我們可以看到是9月22號 他其實也沒有立刻吃天 他等了9天才開始就是詢問說 為什麼 而且他有仔細看話可以看到他講莫德納 所以他就馬上說 為什麼莫德納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沒有積極吹沫的那疫苗 所以就是宣董 難怪前幾天宣董不是會講說 他會好好的監督高宏安 其實從去年 至少我爬起來看 從去年開始 他就有積極的給高宏安的一些建議 指導期或是一些參考的訊息 所以那天楊文科兩個人見面 你可以看到宣董就在中間 讓大家說 之前不是傳出有一個大佬 跑去摸林根仁的頭 是不是有可能是有這回事呢 是 而且其實楊文科也不只出現最近 你看他其實去年的訊息裡面 就有提到 呼應楊文科 然後更前瞻爭取竹苗人權 因為宣董要的是大竹苗合併 他不是要大新竹合併 所以他希望就是聯合楊文科 然後將來可以弄一個什麼 大竹苗合併什麼什麼的 包括楊文科那一天的會面 宣董站中間 他又再講一次新竹市合併的東西 那你看看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我就完全聽懂了 宣董 宣明是董事長講那句話 我會監督高鴻安 你聽懂了吧 我會監督高鴻安 一直在監督做 你在監督 監督病做了沒有 是他媽已經告訴我們了 他一直監督 還有我覺得郭董真的是有智慧 顯然郭董很清楚知道 我是高鴻安的前老闆 我是前老闆 我對他影響力不如現在的宣董來打 怎麼都是宣董 郭董 郭董怎麼沒有 為什麼都是宣董 為什麼高鴻安口幣稱宣董 連他的助理 連那個主客公文師等等 也是宣董 宣董應該會滿意 奇怪 怎麼不是台灣民眾黨的黨主席 柯文哲會滿意 他們好歹還是黨主席 他們還是黨員 高鴻安到底為誰的服務 為宣董的服務 高鴻安的老闆是誰 是宣董 至於宣董 所以郭董退位了嗎 郭董 郭董很逝去 郭董很尷尬 明明高鴻安是我過去的員工 明明高鴻安是我推薦給柯文哲的 怎麼這個時候都是宣董 但其實我覺得宣董他也豁出去 你知道嗎 因為畢竟高鴻安現在涉嫌貪污 宣董還跑來站台 上面寫著說 我保證我以一個長輩 以一個關心我們市政發展 我要進行對他的監督 絕對不會貪污 一定清廉 絕對不會濫用私人 點點點點點 絕對不會貪污 這句話不覺得有點貪污 講的都很好 可是跟做的都不一樣 什麼叫做講的都很好 做的不一樣 宣董跟范正宗這位前新竹縣縣長 他們是誰的競選幹部 誰的輔選大將 新竹縣縣長楊文科的 一個好像是榮譽主委 一個好像一個是總幹事 那范正宗先生是怎麼去服刑兩年多的 湯污治罪條例的土利罪 這個昨天這幾天都有在講這個范正宗的故事 我就不重講了 范正宗的故事實在太經典了 因為後面去跟那個家樂福要回那個產權的人 就是楊文科 當年去跟家樂福打官司 跟家樂福那個房東公司打官司的楊文科 然後土利那個公司的是范正宗 然後最後當這個服刑出來之後 范正宗變成楊文科的輔選大將 然後再站在高桓安的台上 然後再跟薛明智宣董站在那個台上 然後薛明智又要監督一個 言必稱宣董的高桓安 我不曉得這是什麼政治文化 我看得悲悲悲悲 以前沒有看過這種事情的 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要選市長的人 或者一個現任立委 言必稱宣董 薛明智真的太厲害了 我真的覺得宣董實在是太棒了 難怪郭董會跑去貼魔獸 我如果是郭董會貼魔獸 我去幹嘛 不如宣董 郭董他真的是愛恨分泌 他如果支持他不可能不跳出來支持 為什麼 他這輩子第一個跳出來幫忙站台的人 叫做言清彪 叫做言清彪 而且言清彪跟郭董 在當時郭董身上國民黨初選的時候 是有恩怨的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言清彪挺韓國瑜 他就指著他對郭董是有一些比較不客氣的原因 就是你出來跟韓國瑜爭什麼爭 可是這件事情結束之後 韓國瑜贏了 這個言清彪請郭董去站台的時候 郭董講什麼東西 沒有分黑道白道 只有分黑心白心 他連言清彪都挺成這個樣子 以你子弟兵出身 從鴻海出來推薦給柯文哲擔任立委的高安 而且那本書還寫得洋洋沙沙 把郭董寫得蹦蹦跳跳的樣子 親愛這種人 你居然到現在為止都沒有力挺 我覺得這個東西 這非常非常大的問號 最後還是要補充一下宣董講的話 宣董在剛剛趙索王那個SOT上 你看他那個話講什麼 他講說為什麼要挺高安 兩個理由 第一個不講 第二個理由是高安真的很優秀 全國都在打成這個樣子 然後他還能夠挺下來 宣董也講代表高安很優秀 我相信邏輯 如果全國都要打高安 不是代表高安有問題嗎 否則為什麼全國都要打你 對不對 這代表你有問題 怎麼會說這樣是很優秀呢 我真的覺得這個邏輯也凸顯出了 這個要挺一個人 真的還是要靜下心來看看這個人 做了哪些事情 我們才知道這個人 適不適合當一個新竹市長